大家好,今天早晨看到了许多比较奇怪的新闻 其中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台湾 有一位老先生,他转发了我们前几天发的一个视频 结果被台湾的警察局叫去做笔录,威胁,恐吓等等 我看的是中天新闻 在中天新闻里边确实那里边有我们的镜头 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不止这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蔡政府应该下达了一个指令 对所有的网络进行监控 任何一个人如果说出对蔡英文不利的话 或者转发不利的消息 都有可能受到国家机器的打压 这就说明这个政府已经疯了,已经发疯了 这样的做法在全世界,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几个国家这样干的 这样的做法在民主社会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在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 由于一个老百姓他转发了一个视频或者转发了一个消息 或者转发了一个文章而受到警察的威胁 而受到警察的介入,这个不是民主国家的动作 这100%的是一个独裁政府的举动 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所有的中间选民 蔡这个政府已经完蛋了 蔡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不能再腐败了 如果再让蔡政府执政四年 台湾将彻底的回到了北朝鲜时代 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也回看了一下我们当时做的这个视频 我们是对中选会做一个合理的怀疑 我们只是说这个非常的可疑 我们合理的怀疑有许多的依据 当我们看到网友发出这个留言以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查找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的依据主要是第一 蔡他本人诚信没有 蔡骗台湾人民贾博士这个事情 已经撒谎撒了30多年了 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撒谎 一直在欺骗 因此说明蔡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我们也在N多次的电视媒体上看到了 蔡是如何的公开的面对媒体撒谎 面对全体台湾人民撒谎 甚至可以说面对全世界撒谎 我们是看到的 第二蔡政府用假民调做调赖清德 这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假民调 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明白这个是假民调 但是他就硬干了 他就这么干了 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他有权力 第三 现在台湾最后的一个民调一直是蔡英文的民调 大胜韩国瑜30%以上 我相信这样一个民调没有人相信 他们用假民调做调了赖清德 就可以用假民调来欺骗所有的台湾人民 后期这个假民调是给谁看的呢 后期这个假民调就是要给全体台湾百姓看的 也就是蔡政府他控制了媒体 他打掉了那些说真话的媒体 至少把他们赶出去了 赶到自媒体这个平台上来了 控制媒体 控制民调 放出这种假民调的比例 它的目的 我们合理的怀疑就是为最后作弊 打一个基础 因为现在从整个的现象来看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民间的民调 这些民间的民调 其实和假民调 其实和那些媒体放出的假民调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把那些民间的民调 去公布出来 毕竟它是一个民间的民调 只是做参考而已 根据现在的这个保皇政党 根据蔡这几十年来的做法 我们合理的推断 这次的选举 蔡会不择手段的 让自己继续再做一任皇帝 而且种种迹象都反映出来 最后作弊的这个地方 能够控制作弊的地方 或者说能够作弊的地方 就是中选会 所以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怀疑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整个台湾 它动用了国家机器 对网络的言论进行封杀 也就是在这之前他们只封杀了传统的媒体 他们在网络只释放了一些网军 有一些人在这骂 我们这边呢 其实也收到了大量的被骂的这样的信息 甚至我们这边之前也收到了死亡的信息 但是我们不会停止的 我们不会因为有人用死亡的威胁我们 我们就会把这个频道关掉 我们是认为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只是表达出我们的观点 正确不正确 大家自己去评判 但是我们是看到了 在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按照民主选举的一把尺子 去衡量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发现了巨大的问题 非常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发生在台湾的这次选举当中 所以这些谩骂也好 这些网军攻击也好 这些死亡的威胁也好 不会影响我们往前走的脚步 我们依然会继续的保持观察 另外我也看到了台湾的那位老先生 他非常的生气 我觉得在此呢 虽然我也不认识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能他知道我们是谁 我想这个事情 因为警察他是国家的机器 今天蔡当总统 警察就只能听蔡的 如果到了明天 韩国瑜当了总统了 警察就会听韩国瑜的 今天你们受到委屈 你们把他忍住 你们扛住 如果明天韩国瑜可以当了总统了 你们可以向韩国瑜要求国家赔偿 我相信韩国瑜如果当选了总统了 一定会给最近一段时间 被国家机器威胁恐吓 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的 这些普通的台湾百姓 进行精神赔偿的 这样的赔偿 不管是今天也好 明天也好 将来也好 你们一定有权利 可以向政府要求这笔赔偿的 因为一个民主的政府 一个民主的社会 利用国家机器 利用警察来打击这些普通老百姓 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是他们触犯了法律 不是你们触犯了法律 所以今天可能你们被打压了 到了明天 到了变天的那一天 你们应该是英雄 你们应该是台湾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坚持把票投给韩国瑜 再有我也看到了中选会公布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名单 在这个名单当中 蔡依然称她自己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 这样公然的造假 还能在今天上演 中选会应该公布蔡英文在登记总统选举的时候 所提供的那张博士文凭证书 请中选会公布 如果中选会不造假的话 现在就应该向全体的选民公布 到底蔡英文在登记总统选举的时候 提供的那张英国的博士文凭证书 是哪一张 是她提供的三张里边的哪一张 还是有第四张 如果中选会不提供这样的一个证书给公众的话 我们依然合理的怀疑 中选会现在已经被蔡所控制 中选会在这次大选当中 依然有可能做出违反天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保持质疑 至于现在的中选会 能不能公平的主持这次台湾2020总统大选 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韩国瑜 应该票投韩国瑜才能够下架蔡英文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